今天邀访到My Hair生法直呼诊所的林静恩医师 要来询问 最近有看到一篇报道显示 台南人搜寻调法关键字的比率其实蛮高的 不晓得这是不是和我们印象当中 台南人爱喝全糖饮料有关系呢 有可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清华大学今年1月 发表在营养学Nutrients这个期刊里面 有发现这个喝过多含糖饮料会导致男性的雄性突 他这个里面呢访问了做研究的参与者 1028位男性 而且都是年轻的男性 平均年龄是27.8岁 然后请他们做一个评估量表跟问卷 就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试者周有雄性突 那仔细去分析这些原因 当然原因很多面 有一些跟基因有关系啊 有说他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或是心理疾病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跟没有雄性突的民众相比 有雄性突的人 他们平常是吃更多油炸东西 而且高糖分的东西 每周平均喝了4.3L的含糖饮料 相当于六大杯的首摇影 表示说糖分摄取太多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到头皮健康 还有造成雄性突哦 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 我是林静恩医师 女性也会有雄性突的吊法问题 可根据落法原因尽早进行诊断治疗 有关生法执法手术问题 请咨询 My Hair 生法直呼诊所 0800781799 0800781799 速度是毛发存活率的关键 所以执法手术需要训练有素的医护团队 有关生法执法手术 请咨询有经验的My Hair 生法直呼诊所 0800781799 0800781799